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富长城 我是王志玉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 高薪投顾的总顾问陈伟辰 伟辰哥你好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所以伟辰哥今天大家就笑得出来了 昨天大家就吓了吓死了 但是今天哇好险 昨天伟辰哥其实已经给大家定心丸 今天就真的是虚惊一场 对啦我想这个操作股票呢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你要赚钱 第二你要健康 对不对 如果赚了钱没有健康 那赚这个钱干什么呢 好那么当然啦 在这个清明节之前呢 我们已经把高档的这个震荡规划 给各位看 那么我也跟各位讲 就是一个时间震荡 既没有所谓的清明节变盘 那你在指数的部分 也是看到还可以继续向9000点攻坚 昨天40加跌停板的时候 我依然告诉你 这个规划没有改变 而且是非常笃定 而且我还说昨天盘面有一大堆 没有事先预告 全部都在看跌缩跌的分析师 他们奚落你 他们嘲笑你 他们才自称说高档已经把股票给出掉 今天我看大家都脸绿了 朋友在股市里面 我们操作有几个主轴 第一 当然就是要赚钱 第二 不仅要赚钱 而且怎么样 我要赚得心安 这个心安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健康 所以为什么在尾城上了三地财经之后 我把我对大盘事先规划的这一部分的特色 我每天都没有常识 我都事先给各位看 那奇妙的是像这一类的验证 它不是第一次 它已经是连续好几个月 不论是长线的规划 不论像这种像4月2号 那天都已经来到这个高档 那我跟各位讲 你不会有清明节变盘的 大盘就是这样来回震荡 还会频频过高 好上一次第一次过高 那么这一次呢 眼看着 第二次过高也要来了 第二次过高也要来 昨天就在这一根 小黑棒 我说这个小黑棒连前面的低点都没有 没有吃掉 所以昨天在这个收黑的时候 我还跟各位讲 请注意规划没有变 不要以为4月2号 这个上面这是我随便乱画的 你不要以为这是随便乱画的 每一笔画都有它的学问 每一笔画都有它的学问 我伟辰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自吹自擂过 哇我们这个多空筹码如何如何 我们的买卖讯号多么厉害 没有一切事先预告 这个是长期收看我们三地财经的节目 你最明白的一件事情 我们三地财经的朋友 所以既然 既然在昨天来到这个低档再做震荡的时候 那没有改变这个规划 昨天我就跟各位讲了 我就跟各位讲了 在上个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不是在台北办理厂演讲会吗 那么这群朋友 当然也有不少人在礼拜五当天 当天他也毅然决然的 第一因为他看到老师后面的规划 他看到了比你现在在节目里面 所看到的这一份短线的规划 还要更长远的规划 他知道中长线的多头是怎么走的 他知道中长线的多头是怎么走 在上个礼拜五参加我们演讲会 参加我们行列的朋友 他知道这个中长线是怎么走 第二他知道短线的修正时间 即使有压回整理休息 他也知道那会在什么时候 所以在昨天这个低档的时候 今天我们当然看到涨了上来 又有一大堆涨停板了 但是在昨天重点 那个赚钱的决策 你必须在昨天就做 那个赚钱的决策 你必须在昨天就做出决定 但是昨天有多难 对不对 昨天盘面有40加跌停板 如果没有老师的讯息强迫你 告诉你 你在这里买你不会吃亏 我把这档股票 它的故事 我们的获利目标 我们的操作长短 告诉你 在昨天那40加跌停板的时候 你说今天这些涨停板 你怎么享受得到 我们来看看今天 大盘还是照着我们原先的规划 继续的在那边震荡 那我还是坚持原先的这句话 9000点你看得到 会攻过去 But so what 现在很多人在想 很多人在想 那这个明天台子期结算嘛 那结算完了之后大盘就挂了 我倒不用隐晦什么 在这份规划里面很抱歉 转折点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在上礼拜的演讲会已经跟你讲过了 转折点并不是在台子结算日 那个短线的转折不在台子期结算日 更何况后面还有一波中多要走 所以现阶段很简单 我已经在跟各位讲过 我们还是逢低做多 只是涨高的股票 不要去怎么样 在里面瞎缴货 一下子今天跌停 一下子明天又涨停 重点在这个时候 从我们的标股名单里面 到底还有哪些股票可以经营 我们先请导播 来看一下我们标股名单的股票 好 那今天就好玩了 第一波标股连顺德都涨停 2402的一家没有问题 高档还连续喷出第三根涨停 立荣店大涨 我叫你不要随便去空立望 立望大涨 上尾又涨停 连3289的宜特也涨停 今天连四核都大涨 那这事情证明了什么 事情证明了一个时机的问题 一个时机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2402的一家 我们来看一下2402的一家 当然这个股票都是这样子 涨了上来每一个分析师都说有 就像今天的TPK 大家都说有TPK了 但伟辰老师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很简单 我要去经营的这一档股票 不会是高档说 买嘛买不到 买到了之后在高档凑热闹 我要经营一档股票 我一定是带着我们的团队 在低档 像2月5号也好 或是更早在1月17号也好 就已经提前布局 因为我知道 这样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 像一家当时在这个价位 那么就算是 像昨天那种40家跌停板 跟他也没有关系 反而压回来都是好的买点 所以第一个我对大盘有规划 第二个我对个股的操作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我非常明确 今天一家涨停 涨停到了今天是第三根涨停 今天你买不买得到 买得到 只要你要去追高 你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买到了之后是锁涨停了 但是也爆量了 心里会觉得安心吗 对不对 所以一家这档股票 它是属于谁的 它是属于在低档布局的胜利者 它是属于在低档布局的胜利者 除了一家之外 我们说好 那那个布局已经这么久的东西 每个月都来跟你讲 你只是中间这些盘整的时候 你没有兴趣 等到你有兴趣又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及时把握 那像3289的宜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 我们在前面 3月18号 这个也是在节目里面 同时就跟你讲 我们高档调节过了 3月24号行政院学运那一天 我又再把你给买回来 那就经过了这么一天 这么咚咚咚咚咚来来回回 也有昨天40家跌停板 今天呢 如果你没有事先规划 这45块3到46块 当天跌停去 跌停附近去买的 今天57块8了 它也锁住涨停板 你没有一家可以有宜特 如果没有一家 没有宜特 那还有什么 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 这两天不是说 有一档什么 有一档适合第二 对不对 有一档适合第二 马上标 这个马上标 我的压力就很大了 对不对 因为买完之后 真的要赶快赚钱 那非常的幸运 为什么说非常的幸运呢 因为就在我们上个礼拜五 演讲会完了之后 刚刚好礼拜一 也就是昨天40家跌停板 包含四合第二 也在昨天回答 我也昨天在节目当中 再度告诉你 今天那一天啊 就在昨天 大盘40家跌停板的时候 我们四合第二也进场 那你在它压回的时候进场 今天容不容易马上标 当然容易 今天盘中 昨天4月14号 第13天回档 新手布局 今天盘中立刻工掌停 获利出清 这档股票 它不是秘密 它不是秘密 因为很多分析师都有在讲 很多分析师都有在讲 这档设备厂是它的本业 还有外加LED照明的转投资 这档股票到底是谁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导播我们请上下一张图卡 2467的制胜 不是秘密 因为很多这两天的新闻 很多分析师都在讲 很多分析师都在讲 那我买这档股票 昨天在4月14号 30块半以下 还请上个礼拜五 新加入的朋友 赶快在这个地方布局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很简单 也起码要能够什么 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马上标嘛 对不对 要能够马上标嘛 所以我刚刚说马上标这三个字呢 这个真的是 即使我能事先规划 对我来讲这个也是很大的压力 这个也是要考验 而且怎么样 也要有机会 既然昨天能够押回 你懂得跟我们布局 今天涨停32块五 我们不必说卖到最高点 它一打开只要不能锁住 获利出清 因为不是只有一档自胜而已 我希望 希望在上礼拜五 演讲会加入我们的朋友 因为他相信伟臣 因为你们相信伟臣 所以 你们非常的清楚 你们加入了我们行业之后 我叫了什么股票 一档自胜 还有一档 导播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档 5512的利期 今天 利期不要说 老师你事先没有讲 我们在三立财经尾盘的连线 一共讲了几天 三天 这三天通通在这里 这三天通通在这里 今天很多人的大涨 是因为昨天跌停今天涨 对不对 你可以做价差 fine 有一种大涨 有一种涨停是不过波段新高的 像什么 像宜特 你只要懂得掌握买卖的技巧 这是第一个自胜关键 第二个 你知道这档股票的本质 在昨天那样的一个价位也好 它的价值是否被过度低估 技术线型的整理是不是够成熟 买进之后是不是风险有限 网上的利润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那么当然就值得布局 所以在上礼拜五加入我们会员的朋友 加入我们行列的朋友 除了今天赚至盛的涨停 还有这一档5512的利期 今天也从我们14块4布局附近 今天大涨15块35 那你说老师 现阶段大家都在说 大家都在说 这个台子期结算完后台股就会完蛋了 对不对 那我很害怕 很多投资朋友就是这样 因为昨天才刚被吓完你知道吗 昨天才忍痛 有的人不是忍痛 有的人是根本被吓到 被吓到赶快把股票全部都杀光光 好今天全部涨回来 心里还在懊恼不已 有些他还没有卖完的 今天上来赶快 对不对 等到过了9000点 你不要又说 老师还有没有飙过 现阶段这个时间点 我先跟各位讲 转折时间还没有到 第一个要点 转折时间还没有到 第二个 中长多行情还远得很 中长多行情还远得很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我的演讲会 已经跟所有 哪天做得满满的观众朋友 我已经全部都跟你们讲 对不对 这个多头还很有得走 那中间如果有修正 指数中间如果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修正 那是给你做价差的机会 更何况 这个时候有相当多的股票 就摆明了实在是太 怎么讲 你不能叫他摆烂 因为这个阻力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手法 指数没涨的时候 指数没有跌的时候 指数撑在高档震的时候 你看到前两天很多股票 杀杀杀杀杀 等到指数要跌下来了 你看到指数真的要修正的时候 这些股票突然怎么样 就在你想去放空它的时候 开始就起来嘎 下半段的节目我就来讲讲 这一类股票你不要以为 空它就有利润 这个到时候不要说看到大盘 真的如你所预期好了 真的出现修正 反而自己的股票是被嘎 放空被嘎 这样就不好 所以今年还是一个中长多经营的时间点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投资朋友之所以没有信心 可能自己买进的股票 不晓得该怎么去去去去着手 有些确实是弱势上来真的要调 那么有些现在空手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是昨天你错卖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先不用急 我们有一个极客救援 马上标计划 所以这个马上标呢 是我们很谨慎选出来的股票 因为它不仅真的会涨 而且还得马上涨 所以呢今天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因为这个马上标它是有时效性的 不会说明天标 后天还要继续标 不一定会这样 所以明天再标上去 价格就贵了嘛 所以广告时间 把握韦成的规划 把握这个极客救援 马上标计划 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那么稍后韦成哥 还有哪一些叮铃跟提醒 要给大家好建议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库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你有长期胃痛 未失望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钻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你有长期胃痛 未失望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钻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ug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坎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定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爱玩客4月号来咯 李博艺带三件客 甜言蜜语征服你 宣洁与钢钱男的甜点味 首次公开 全台巷弄及网路人气 50家幸福甜点 满足你的少女心 就在全新爱玩客 还有限量我的自由连带 只交代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你有长期胃痛 为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韦诚哥很多的叮咛提醒到大家 有些股票这个大家不要再追了 但是也小心不要放空对不对 对这个我们来看看 我不讲别人的股票了 但我们来先跟各位讲一讲 我们在前一波里面 这个标股名单里面 有几档在最近比较杰出 比较代表性的 像今天连续第三根涨停的一加 那么当然也有一档什么 3529的力望 那么力望呢 在这个我们2月18号 104块推介之后 最后到了4月7号这天 整整整涨了超过了一倍 超过了一倍 超过了一倍那一天啊 那我说哎好 那你不要再追了嘛 对不对 你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 请导播cue一下今天3529的力望 他的现图 好 你看 你说 这档股票 你觉得他已经game over 那我要告诉你 这种股票 我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他能够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把骨架拉上了一倍 那我就告诉你即使要做头 即使他真的将来有一个深度修正 我告诉你那个头都要做很久很久 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已经一再说过 所以你到最后你们 我那天还在演讲会说 万一他做出来一个头肩顶你怎么办 这个还只是肩而已 万一还来一个头肩顶你怎么办 你就变成在里面 买了吗不对 买了因为你会心里会害怕 因为前面已经涨了一倍对不对 那要不然呢去空呢也不对 因为他动不动有时候万一给你穿过前膏 再来做头那你也很痛苦 我跟各位讲过 今年除了你看我们的标股名单给各位看到现在 除了一加 除了力望之外 还有像什么 建核心 对不对导播我们再看下一档 像建核心也是 能够到4月7号 从2月18号到4月7号 一路这样子大涨 再加上什么 上围 嘿 导播我们看一下上围 武峰等一下来讲 我们看一下上围 那么上围这档股票今天也同样亮灯涨停板 导播我们上一下上围的字卡 那么同样像上围这档股票今天也是 我们在4月7号那天 好 叫各位不要再追高 你看他 他今天又涨停板 可不可以空 导播我们看到这里来 可不可以空 不能空啊 因为空的不舒服嘛 同样也是一样 这一类你不要以为上围 上围它的基本面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你在现阶段这个时间点 投资人有很多的 我知道投资人有很多的为难 第一常常被吓到 对不对 那我们要不要怕被吓到 不用 因为韦晨老师会事先规划给你看 不仅还事先规划给你看哦 还不是偷偷给你看 而是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一起在验证我们这个大盘的规划 一起在验证我们这个大盘的规划 导播请回到我们这个大盘的规划上面去 所以你要知道 在这份规划底下 我看到的是一个中长多的获利机会 而且不会只到本坡为止 我在上个礼拜五已经讲过了 那我今天就在补充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一遍 这个中长多你还有得走 最多那就是一次短线修正 短线修正非常简单 第一 有那种低档像一家 当时的一家现在在低档的 其实我昨天还问过 问过这个治愈 我还说有低档在 有股票在低档你敢不敢买 像一家这么便宜的 像昨天你去想想看 昨天的立期 是不是就跟一家一样也蹲在低档 所以有这种低档的股票 你现在就起码都必须得基本布局 有没有 有 你现在抱住了 那么将来即使指数修正的时候 你都可以怎么样 他还是震荡向上 那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老师那现在股票 他的股票万一大盘上来也没有涨 怎么办 那我跟各位讲 那你就不要再等 因为会涨的就是会涨 不会涨的 不会涨的怎么办 不会涨的 赶快来加入我们即刻救援 时间有限 你先赚再说啦 我只有一个 这个马上标的计划意义在哪里 先赚再说啦 先赚再说 你赚到了 就像我们上礼拜五加入我们行列的朋友 他今天赚到他有信心 日后老师所有的指令 他统统敢怎么样照着做 即使在昨天大跌 他也敢买 那因为人家先赚了他有信心 那么你要不要接着跟着我们一起赚 即刻救援 马上标计划 这广告时间 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要差一天就差很多了 对 所以呢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马上标计划 这个伟承哥打保证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马上标计划 大家记得打电话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财富长城 每天呢 都要给大家事前的规划 而且伟承哥会事后验证 这是今天的财富长城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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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